两人在泉州围头湾海域被大陆船只救起 初步检查身体状况良好 一个多月前金门两名钓客出海因为起大雾 迷航到福建泉州被大陆海警船巡货 其中40岁的无姓钓客已经返台 但25岁的胡姓钓客因为有军人身份 目前仍滞留在大陆海警船上没有入境 时间已长达40多天 现在他已经在办相关的 军人身份敏感导致对岸现在迟迟不肯放人 不过能确定的是吃穿都安顿很好 也曾经打电话给家人报过平安 只是现在想用停役来解除军人身份 当解套办法 两岸双方似乎沟通出一项解套方案 对此金防部仅表示目前都已胡缘年度假期续假 也持续协调希望人员平安返国 目前为止依旧没有进一步的动作 那么希望国台办能够紧速遵守承诺 让胡姓钓客回到台湾 站在人道的考量跟立场上面 两岸关系不佳 钓客迷航又有军人身份 就算是意外事件也很难不会演变成政治事件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